小巷內突然一輛小貨車從右側衝過來 直接撞上執行車輛 更誇張的還在後頭 小貨車一路撞到後方的土地宮廟 水泥柱瞬間斷裂 畫面超驚險 車過現場 廟柱被撞斷露出鋼筋滿地碎片殘骸 小貨車卡住動彈不得 車底還有一輛機車被壓毀 上午10點多68歲成型駕駛 開著這輛印度車廠的試駕車 行駛新北市林口區中正路 衝撞土地宮廟人沒受傷 事發後一點驚恐 他不是等待你的試駕車 本來是客人要試駕車 你也不知道說什麼狀況 今天突然這樣子就對了 所以說我說交給總代入面 我下次一直罵他 他可能也很意外怎麼會這樣 所以他在看車子到底怎麼回事 被撞上的車輛乘客輕微腦震盪 駕駛和三歲小女孩兩人平安 根據了解兩輛轎車的駕駛 九側直鈴 而陳姓男子當時開公司的車輛外出 究竟什麼原因 整輛車失控 衝撞廟雨 純粹他閃避不急 對 尤其我們手排車他不會有暴衝的問題 車廠回應一次是員工為了閃車 反應不急才會撞上 土地宮廟無故哀撞 不論是造勢駕駛或被撞的車輛 所幸人員平安 可能真的是神明有保佑 TVN新聞 許峰於薛孝安 王百英 S小組新北市報導 祝賞 FRI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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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S